好 我们这个地球上还有两个地方 是这个大规模战争 一个是俄乌战争 另外一个是中东的部分都有新的进展 我让韩冰来讲一下 这个真的是非常戏剧化 但是当然今天登上了各网媒的热搜排行榜 像小说一样很有画面感 这个两名乌克兰的美女两次又杀了 总共两人又杀了46名俄罗斯的士兵 去年12月底 这两个女孩据说非常漂亮 到克里米亚一个俄军部队检查站 说是当地军民要感谢俄军的保护 所以要招待他们吃顿好的 带了七瓶的卜卡 鱼 香肠 面包等等 但是里面产有披霜跟老鼠药 当天24名俄罗斯军人就被毒死 11人住院治疗 奇惨无比 这两位乌克兰 大家知道乌克兰美女超多的 22岁 25岁 还有一个多次参加选美比赛 另外一个是政府官员的女儿 两个非常美丽 那当然俄罗斯其实也间接证实了 告诉大家 这投毒者是经过长期训练 英雄难过美人观 两个美少女带着这么多好吃的食物来 真的就吃下去 为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 当然如果说是中东的话很难想象 但因为俄罗斯乌克兰同一个民族 同一个民族 所以我觉得在那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在乌克兰有很多亲俄的 有很多亲俄的这个 像乌东的这个地区 难怪 你想说为什么在打仗的时候 你会去吃敌方给你 就算是美女来你怎么会吃 所以是可以理解的 大家看到这是一个 另外在鸿海的部分很特别 鸿海 现在这个 这个夜门的胡塞武装 你只要靠近以色列 你要去以色列等等 他就开始攻击 那有一种方式可以不用被攻击 就是目前至少有五艘船只 在目的地的栏位当中 要填写很重要的一句话 船上均为中国船员 要写上这句话 全员中国籍 各式各样的一个表述 这个是可以大家手动填写的 所以写上这个之后 好像就有了免死金牌 另外一艘 这个赖比瑞亚的这个集装箱船 还有1月3号 从大陆南沙港出发的 1月25号抵达埃及 在目的地上 全部都备注 有没有 All Chinese 全员中国籍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也很讽刺 这个美国不是组成了 鸿海保卫舰队吗 但是不如这一句话有效 海明怎么看待地球两个 战争的角落 乌克兰这个事件 当然现在有好几家媒体 都有报道 那我觉得会发生这种事情 其实不奇怪 因为利用敌人的轻忽 然后去做这样的事情 做一个报复性的这样一个行动 其实在这种长期战争内 是屡见不鞋 像美军在越南就好几次吃了大亏 因为越南很多女孩子 就是看起来瘦瘦小小 很柔弱 没有威胁性 对没有威胁性 他一翻过来 那个枪就拿出来 就把美军打死了 所以美军后来有特别 他们内部还特别交代 看到所有的越南女孩子 你都要警戒 因为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攻击你 所以这个就是战争的残酷里面 把这些人训练成一个杀手 那乌克兰这个事情呢 我只觉得 他们为什么要去公布他的身份 对哦 对啊 我觉得这样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因为你要知道不是只有乌克兰有间谍 俄罗斯间谍也非常多 而且俄罗斯也一直不断地在渗透在乌克兰的各城市里头 你现在公布他们的这一些 虽然没有公布名字 都是参加选美比赛 然后又是某政府官员的女儿 呼之欲出了 你以为他们不会查出来 很快就会查出来 这样对他们的生命安全是有威胁的 我觉得我希望这个是故意去 就是一个烟雾弹 故意要误导方向 让他们找不到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这样子其实是不太好 这样会对这两位女孩造成生命威胁 生命安全上的威胁 那我相信经过这个事件之后 俄罗斯大概 就会对乌克兰来的这些人开始提防 那这正是乌克兰要的目的 也就是因为刚秀芳你也提到了 乌东很多这些居民他们是轻饿的 对非常轻饿 所以他们跟俄罗斯人关系是很好的 甚至他们有一些 真的会像这些女孩一样主动提供食物啊 干嘛什么给他 那他现在就是要制造俄军跟当地住在居民的矛盾 就让你对他们完全没有信任 那你看美女美酒美食 但是人有的时候难免啊 还是会受不了诱惑 那这就看俄罗斯军队的训练素质如何 那至于说 红海这个东西 这个问题越来越难解 因为英美前几天才去轰炸了这个 湖赛组织 那问题是轰炸没什么用 因为这个组织已经被轰炸了十几年了 你知道他已经被轰炸了非常有经验 你每一次破它一个据点 实际上它据点到处分散 它是一种类似游击队的形态 你很难直接打中它的要害 那你每次轰炸它之后 就是造致它更多的报复 那所以在红海这边虽然英美的 这个什么叫维护光荣 还什么行动已经开始在护航 可是就是难以去防范 因为他就来一些小快艇 然后突然间对你发个炮 然后就跑 你真的很难防范 所以现在对这些 你不得不经过红海这些船只来讲 用中国来保命是比较 比较合理的一个方向 因为胡塞组织一直强调就是说 只要你不是参货在这里头的国家 我不会随便攻击你 那他们跟中国大陆之间 彼此之间没有恶感 我相信他们也不愿意把一个 跟这件事情不相干的大国 拉到这个圈子里头来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不错的保命方法 但是不是乱填就可以了 人家是会查证的 因为现在是网络时代 对网络时代 他们很快就可以查到这些东西了 所以现在大部分的欧美的船只 上面没有中国船员的 大概还是会选择绕吧 所以现在中国船员是水涨船高 拜托你上船是吗 搞不好我觉得中国船员 可以趁机要求加薪 因为你变成船队的护身符 全船就靠你保护了 整船的货物 你想想看 他让好忘脚 那个钱多贵 那你缴保险费 那个金额多高 对啊 我还不如把这个钱拿去 请中国船员 你双心请那个中国船员 都滑得来 我建议中国船员 不妨考虑看看 这个是你们谈判的条件之一 但这真的很奇特 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 你只是中国人的面孔 中国人的身份 护照拿出来 你就可以通关 其实我老实说啦 就是对东东这边的人来讲 我相信他分不太出来中国人 他大概只分出来 台湾船员也可以上去 但是你的护照 他会看护照 他也会知道 你传奇资料上面 都会注记你这些船员的身份 所以我觉得也不是 也不用把胡塞当傻瓜 人家还是会去看 你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但是很讽刺啊 美国发了那么大的精神 我说这个武装都来了 也没有用比不上中国的护照 是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 美国在这边的护航是 老实讲 这个你没有办法进行到 全面的护航 你没有办法防止这种损失 唯一的办法就是 他要赶快去结束尾巴尔 这个冲突 要让加萨走廊这边停火 我觉得才有办法处理这个问题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食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